我們來到練習的1.2 這是有向數的加減 我們說這是一個中學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先看看 頭兩題,看看上面綠色框框 上面首先 5加2 太簡單了 5加2就是7 留意一下 如果什麼都沒有寫的話 這個7 就隱藏了正號 如果你想寫好一點 你可以寫一個正號 正7 5-2 當然是3 或者你可以說是正3 但是問題來 如果2-5 不夠減,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想一下 究竟為什麼5加2是7 5-2是3 跟我們剛剛1.1課學的東西 有沒有關聯呢? 其實是有的 為什麼5加2是7 其實你可以拉到數線看 例如這個是0 我們知道 5大概在這個位置 什麼叫做加2 加2代表向正那邊 走兩格 所以它現在跟0的距離 又遠了 我們說數字 其實是說它跟0之間的距離 所以現在 這點就再遠一點 即是數字再大一點 走了5格 再走兩格 就是7格 下面一模一樣 我們先把數字畫出來 0在這裡 5在這裡 但是這次我們做的是 減2 減2就是向負那邊走兩格 這次我們跟0的距離 短了 所以我們在數字上是小了 但是 它依然在0的右手邊 即是它依然是正數來的 所以我們說它現在依然是正數字 好了 了解到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好 我們說2-5 小學說不夠減 中學說我們計算到數 好 0在這裡 首先2在這裡 減5 什麼叫減5 向負那邊 前進5格 好 首先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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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兩格之後 我們發現已經去到0了 但是我們還未走完 所以要繼續走走走走到這裡 看一件事 它會跨過了0 不夠減 所以來到0的左手邊 即是一個負數的位置 其次 它跟0之間的距離 就是我們數字的大小 它跟0之間的距離 應該是這裡那麼長 它的長度應該是 整條5那麼長 這裡用了2 所以剩下3 所以應該是負3 來的 下面同樣原理 0在這裡 負2在這個位置 加5 其實就是上一題剛剛好的 左右調轉版 所以這裡加 加5 繼續加下去 來到這個位置 這裡應該是3那麼長 而今次它在0的右手邊 所以應該是正3 好 去到最後一題 0在這裡 負2 應該是這個位置 這次它說 減5 減5 即是向負那邊繼續走走 好 來到這裡 第一件事 它一定是一個負數 因為它在0的左手邊 其次 它跟0的距離又遠了 我們說整條線 的長度 等於它數值的大小 所以 整條線 應該就是這裡5 這裡2 加起來是7 好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發現到一些規則 原來 5和2的組合 一是3 一是7 即是甚麼意思呢 一是長了 即是跟0之間距離遠了 一是跟0之間距離近了 一是數字相加 一是數字相減 另外 正負號 其實只是看看 它的最終地點 在左邊還是右邊 所以 我們想的時候 只要分開 正負和數字 想 就可以了 當然 你每次計算的時候 你最好腦袋面 都想一想數字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好 例如 我們看看 例如 第一題 我先來計算A部分 看到這些題目 在腦袋面 你不需要畫出來 但你要在腦袋面 大約畫一條數字 大家知道0在哪裡 然後 我們說 負8在這裡 加4 考慮兩樣東西 先考慮正負 它應該 是不夠長 走穿過0 所以 它應該依然在負那邊 其次 數值上 究竟是大了 還是小了 即是表示 現在它向0那邊走 正是它遠離0那邊 這次應該是在走近一點 走近一點的時候 代表 兩個長度的相差 就會是我們的數字 即是 8-4就是4 就是這樣 好 下面一模一樣 又要想想 0在哪裡 負4在這裡 今次我們要 加8 加8 又向這邊走 第一件事 我們知道 它一定會穿過0 這個位置 所以 一定走不完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一定是 正數 其次 其次 我們想想 究竟 數值多大 數值應該是 這個 數字多大 數字應該是 這條線的長度 那也是 整條線 和原本4的相差 即是8-4 即是現在是正4 沒問題的話 幫我試一下 算一下 左邊 一樣 在腦裏面 幻想一條數線出來 首先 判斷正乎 再判斷 究竟是兩個數字 相加 正相減